这次因为雨量实在是太大了 可能大家有点措手不及 因此救灾行动一开始 的确是感觉上慢了一点 不过当然媒体也批评得很厉害 现在我是感觉这两天的政府 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我想在现在在打仗的期间 前方吃紧 后方不宜只是纯粹批评 因为这个于事无补 要不然你自己跳下来做 你又不做 国军其实已经累了 非常累了 还有很多救灾人员 而且这么多的民间团体 像慈济 佛光山等等 大家都这么投入 但是还有这么多的 尤其是媒体或者是民嘴 那这个批评得很凶 我想这些批评应该像这个监察院 王院长讲的 我们暂时厚助 要调查要做什么 不宜在这个时候 那事实上呢 今天同样的这样子的这个雨量 如果下载世界各国 可能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Catrina台风 在2005年在纽纳粮 纽纳粮 那事实上那时候的雨量 比台湾这次少很多 大概差不多才1000多一点吧 救灾也是感觉很慌乱 而且也很批评政府 那也是一样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这个总统 把当时的FEMA 就是美国所谓救灾防灾的防灾署 紧急应变组FEMA Feder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他在一天之内就fire掉了 然后又重新来过 所以事实上非常困难 因为那个总署的署长 没有在第一天就进入到灾区 是 因为也是一样 一开始没有料到这么严重 对 另外一点就是 他没办法进去 是 是 我们今天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 没办法进入 没办法进入到山区 因为道路都断掉了 是 那桥梁也断掉了 那么这个直升机也飞不上去 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头一两天 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事实上我们就已经 一架直升机摔掉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进场 这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民众是不会满意的了 但是 但是以美国的这么先进的国家 其实当时这个也是 总统也好 FEMA的这些 这个署长也好 也是被骂了一塌糊塗 但是这是 这是等于是宿命 你既然是政府 你就可能 必须要承受这样子的 要承担 概括承受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在这个阶段 大家同心协力 不要只是批评 批评无据于事 因为你也没办法跳起来做 事实上 批评的人 如果轮到你来做 你不见得会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 全民的 需要经验的 每一个新人都做不好 所以需要很多经验 对对对 经验的累积 有些事件失败 而且呢 需要做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兵器的推演 是 就是事先的演练 要做情境的模拟 对 要做这个淹水浅室分析 要做各式各样的 这种模拟以后 才能够进入状况 不是说我们凭我们感觉 因为这个水灾在哪里 其实没有人知道 当时在第一时间 通讯也断了 所以可能我们应该 平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假设雨量到了1000 到了2000 那么淹水可能淹到什么程度 哪些地方可能会被破坏 照理说 我们平常就很好的准备的话 等于有一些图放到这里 那今天是2000的话 大概可能会淹水淹到哪里 然后哪些东西会坏 事先先做好情境模拟的话 我相信对我们派军队也好 做emergency的救援也好 都会比较有帮助 感谢大家